日前 福建海域历经三个月的福济修渔期 7756艘渔船如期开渔 为了保障安全 海洋与渔业执法部门加强渔船管控和执法巡查 今年福建共有12089艘渔船福济修渔 接下来第二批渔船将在8月16号12时接近开渔